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時代來福的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我們時代來福直播現場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武嶺賽後恢復 那我們今天特別榮幸邀請到台中CPS的阿喜教練 來我們的活動直播現場 那請阿喜教練來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 謝謝但是實在的來邀請 然後我的目前是在Cycle Plus Studio 在做自行車訓練跟運動場還防護 然後因此今天來介紹一些運動賽後的恢復 然後讓大家能夠快速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恢復到下一個訓練然後跟工作 對 沒錯 我們都知道其實像比賽選手 他有可能這一場比完 下一場可能幾個禮拜過後又要再去比另外一場了 對 所以賽後恢復會比較重要這樣子 那其實都知道武嶺杯子倒數兩天 對 那其實在武嶺前大家都會很努力的在練習 對 那比賽完過後其實賽後的恢復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我們來請阿喜教練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什麼是賽後恢復 運動的過程中會到對我們身體造成一些比較大的負擔 像以這次武嶺杯為例 如果用功率劑來做訓練 然後你在騎乘過程中的一些身體負荷可以藉由功率劑的那個參數來瞭解 一般人爬50之後他的IF值通常是落在0.8以上 如果你是有對一個不要要求在多少時間內完成的話 他們至少要0.8以上 然後對於賽後恢復我們認為說這樣的強度算是對身體一個負擔算不小 所以因此必要透過一些方式來做促進恢復 對 那我們其實這幾年都會聽到動態恢復動態恢復 那什麼是動態恢復 動態恢復的話它前提是有兩個條件 就是你的運動強度是否超過某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通常是最大飾養量的話就是80%以上 或者是你FTP也是80%以上 這樣可能對身體有造成一些負擔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些動態恢復 促進它的血液回流還有一些代謝物的排除 當你運動強度低於70% VO2的話 或者是低於55% FTP以下的話 就不用做額外的動態恢復 因為這樣反而會造成一些負擔 反而是造成負擔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如果一般人的觀念可能會覺得 比完一場50我累得要死 我當然隔天就要耍廢然後躺在那裡 其實不難 其實你要看你的數值到什麼時候 但如果你是80%以上的話 你可能就要加一點點動態恢復 去促進你的身體的一些代謝之類的這樣子 對啊 就是因為你運動造成的一些身體的刺激化 跟你一般生病恢復那種不一樣 因為生病的恢復是避免身體產生額外的能量消耗 但是你運動如果沒有透過一些方式恢復的話 它在最快 我們運動恢復有分為兩個階段 一個是快速恢復跟慢速恢復 如果你在快速恢復這邊沒有做一些方式促進它恢復的話 你後面那個恢復時間會拉比它長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運動完之後直接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然後吃東西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恢復 因為畢竟像五里這種負荷算還蠻大的 對 所以其實近期大家都覺得 賽後的恢復非常重要這樣子 對 那如果有任何的留言想知道一些相關知識 你都可以在我們的FB直播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會請阿小斯幫你為你解答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有些台北啊 或是說南部的朋友到五里騎一趟 就是可能住在埔里之類的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你可能多住一天到附近的周遭騎一騎也是不錯的 這樣也是一個動態恢復對不對 對 動態恢復的強度一般我都會建議在 30%到50%以下的那個VIO2最大攝氧量 或者是你55%FTP以下的強度 就是我們常常說的COVID-19 就像剛剛主播建議的說到 南投屋嶺附近的景點到處逛 當然不能找那種太陡的 就要爬山那種九分二三 那就不一樣了 對 你可能就找一個市區 或者是找一個美食啊 行然後再騎個40分鐘到一小時 這樣就差不多了 就舒服像一般的休閒騎這樣子 對對對 休閒騎 好 那我們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動態恢復這樣子 那我們先進個影片 然後我們等一下回來教大家如何一些動作 讓你可以舒展筋骨 OK 那我們先進影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ddie 那先上年時期我是鐵人杖選手 也是自行車選手 那目前是國際認證的鐵人杖教練 也是自行車教練 那同時也是國際認證的Fitter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喜 我目前取得國家運動防護員證照 加上目前已經有四年的功率訓練經歷 因此可以提供一個安全有效的功率訓練 那我們認為喜歡單車跟愛騎車的人 通常會將cycle影響到自行車之外 那cycle其實也有週期跟循環的一個意思 那我們的理念是說 是從一個良好的自行車的動態設定為出發點 那再來結合這個訓練的週期 跟著完善的虧度規劃 為自行車的選手的提示 帶來一個自行車的正向循環 那這是我們的理念 在PTN系統方面 我們目前使用的是西班牙FTP3P的動態分析系統 那這套系統我們可以看到 在牆上的四台高速攝影機 它是100Hz 那100Hz也就是每秒鐘100張的圖片 那以騎乘者每分鐘才踏90迴轉來說 也就是我們每5度就可以獲取一張圖片 那它的精準度是小於1mm 所以相當的準確 它也是目前市場上少數可以偵測兩側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更容易的發現 這騎乘者在兩側的一些差異 然後幫騎乘者可以更快的調到一個合適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同時也是德國Jobmine 坐電壓力系統的合作夥伴 我們都知道騎乘者跟自行車接觸 主要有三個位置 把手、坐墊跟踏板 坐墊尤其是最容易發生問題的地方 那透過這個坐墊壓力系統呢 我們可以知道騎乘者在坐在坐墊上的壓力分布 壓力大小 進而我們可以幫消費者選到較合適的坐墊 另一個重要的接觸點就是鞋子跟鞋墊 鞋子的選擇相當重要之外 鞋墊也是不可或缺 我們跟Sidas有一些合作 Sidas在法國已經有40年的歷史 那我們提供了育成型的鞋墊以及客製化鞋墊 能夠為騎乘者跟跑步大跳者 能夠提供一個更適當的支撐 也可以有一個更舒適的體驗 我們同時也與富力越有一些產品上的合作 那在一級直接車隊的賽場上 有些定制品都是出自富力越之手 所以在協助客戶找到一個合適的設定之後 那如果需要更換把手、龍頭或是Aero把的一些輕腳墊片 我們都有一些相對應的產品可以做選擇 在車子跟其他器材都調整好之後 表示你離夢想更近一步 有一句話說就是人要比車胸 因此在人的體能調整的話也算蠻重要的一塊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填問卷 瞭解你的身體狀況 我們以美國運動醫學學會以及身體準備量表 瞭解你的身體狀況之後 再依據你的目的以及需求安排一些訓練 然後我們訓練的部分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線上訓練課程 依照客戶需求透過一個APP 然後安排你的訓練課表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回饋以及一些討論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室內訓練 室內訓練的話是用Purple這個專業軟體 管理你的訓練課表的安排以及結果的評估 因此室內訓練的話會有一個團體的感覺 以及現場的互動 訓練過後有可能會產生一些疲勞或一些運動傷害 因此我們提供運動防護 運動防護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運動傷害的預防以及處理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訓練前後的肌肉的調整 與放鬆 然後在運動傷害的處理方面 我們是以一個MURA的肩膠貼布進行貼渣 另外運動按摩部分我們是使用瑞典式按摩 搭配我們的高頻率震動槍 會縮短這個按摩時間那裡 有效的時間內能夠調整你的肌肉骨骼系統 希望透過CPS的服務 為消費者帶來一個合適的設定 一個合適的周期訓練 以及適當的恢復之後 為自行車這個愛好者創造一個正向的循環 嗨回來我們的直播現場 那我們現在來請阿喜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要如何伸展 好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接著就是比較屬於動態示範 就比較讓大家可以輕鬆的看一些恢復的方式 然後首先第一個就是做伸展的恢復 伸展的話我們是先從小腿開始 小腿有分為前側跟後側 前側的伸展方面我們就是如果以站置的話 你可以先扶著一個伏手或是牆壁 然後接著就是把做腳踝的內翻 然後我們這時候拉扯到是小腿外側 就是我們常說的進前肌 以及其他一些足背的肌肉 這時候就可以拉到外側這些肌肉 那我們需要很用力的去拉這條頸嗎 還是說其實有一點點胃痛就好了 我們是建議拉到那個角度 你感覺有點痠痛或是一些緊繃感 這種緊繃感如果是以1到10分的話 通常是3到4分左右 就是不會太強烈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拉的過程中 就是維持這姿勢 30秒到40秒 然後配合你的呼吸 慢慢的讓肌肉放鬆 因為我們伸展的機制就是 透過神經的回饋 讓肌肉自主放鬆 並不是像說我們好像 認為肌肉它是死的東西 就像橡皮筋 你就把它硬拉 拉它就會變長了 並不是 因為肌肉它是活細胞嘛 所以它會想保護自己 避免被你拉斷 所以它會趕快回縮 所以變成有些人拉筋反而更緊的 原因是因為它 用錯方式 或是力道太大 太大 肌肉就會想要保護 然後它就 一般我們學術 譬如名稱叫肌肉肌肉 就是肌肉會想要保護起來 然後變硬 然後不會想讓你刺激 所以它反抗你的意思 對 對 它就把它保護了 所以我們在拉筋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要拉到最痛 但大概拉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疼痛指數表 1到10分嘛 那你就大概拉到3到4分 大概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對 其實我們只是要舒服 而不是做到要痛 對 因為我們並不是像體操 需要一些活動 它們那種伸展的話 就需要做一些比較 疼痛比較高的一些伸展 可是我們並不是 我們是要促進恢復 因此我們就 做到稍微緊繃感跟疼痛就好 OK 這是姿勢 大家記起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小腿完過後 我們來介紹大腿 沒有 接著我們還有那個 還有一個小腿後面 我們小腿除了前側以外 但是還有後面 所以小腿3D的這樣一圈 對 所以不只有前側 好 接著我們就是來示範後側 後側的話 你可以借助一些牆壁 或者是其他措施 就像我這樣做 所以如果家裡有牆壁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像阿喜老師這樣子 腳跨在牆壁上面 對 墊在牆壁上面 沒錯 當我們在做伸展的時候 我們除了拉腿 拉我們後面的小腿後側肌肉之外 我們也要讓我們的 足底筋膜往上斑 往上斑之後 它整個是一個力量 就是一個力量傳遞 所以因此我們會希望說 同時伸展你的足底筋膜 所以我們就靠著牆壁 然後小腿往上下 然後帶大拇指往上斑 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又借助手的力量 再往後斑一點 這樣就可以拉到小腿後側的 肥腸肌跟足底筋膜 了解 因此這樣就可以避免你造成一些後續的 可能足跟痛啊 或是一些內側的足弓痛 所以這樣可以避免一些足底筋膜炎發生 足底筋膜炎真的痛起來也滿痛的 而且有時候在裡面我們就看到 他去打症那個 症波 那個病人都會窩窩叫 通常會痛個幾天 對 那這個也是也是30到 30秒到40秒 當然如果覺得還不夠 或是覺得比較多時間可以 拉到1分鐘也可以 那我們要做幾次 就是大概這個要 一次兩次三次還是 一般我們會建議3到5次 3到5次 然後中間次與次之間休息的話 你可以做 休30秒到1分鐘之間 就看你的時間也夠不夠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就做1比1 就是拉多少秒 然後休多少秒 就1比1 對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是 來到大腿了 大腿的話 我們有分為靠近膝蓋的 跟靠近我們髒關節 或骨盆 因為他們是一個滿特殊的肌肉 就是横跨兩個關節的肌肉 像我們骨四頭肌 所以因此我先示範 跟靠近膝蓋這一側的伸展 好 這一側的伸展的話 就是像我們比較常見 就是 手扶牆 然後整個往後 往正後方 並不是往外 往後 對 往正後方 這是拉我們 骨四頭肌中的骨直肌 骨直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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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是停留 30秒到40秒這樣子 對 沒錯 就是我們下半部這邊的肌肉 然後肌纖維把它做伸展 然後接著的話 就是我們腿後側的 那個腿後肌 它分為外側跟內側 好 但是我們都是一起拉 所以我們就是做這種動作 往前彎 然後腳筆往上翹 這時候就拉到後側 並不是拉到小腿後面 那這樣手要去扳腳趾嗎 不用 柔軟度可以的話是可以的 但我們目前是無法 好 為難他 只是你伸展過程中 有些人會刻意想要壓膝蓋 這樣不行 因為我們膝蓋這病骨 如果同時把它加壓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壓迫 當然不需要這樣 就是我們輕鬆往下就好了 放鬆往下就好了 對 你手也不用刻意去壓你的膝蓋 這樣會反而受傷 對 然後一樣時間是30秒到40秒 然後做三次到五次之間 三到五次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是 大腿剛才講還有三半部 三半部的話就是 我們的寬屈肌 寬屈肌主要有兩個 也是骨子肌跟我們的腰大肌 或成為靠腰肌 這可能不太好聽 靠腰肌 對 靠腰肌 然後做的過程中的話 我們可以 弓箭部 然後這時候是伸展這一側 蹲的那一側 當然如果你感覺到這裡很不舒服 的話你可以墊個小毛巾 或一些軟墊 避免你的這病骨壓迫 然後當你定位完之後 再往這前腳再往前一點 之後再往下壓 身體往下 身體往下 身體往下這時候 這個寬屈肌就有伸展到了 然後一樣是停留30秒到40秒 然後同時做3到5組 那我們的呼吸是要慢 跟慢嗎 慢 呼吸是大口呼吸 還是說 因為如果呼吸 這樣就不行了嘛 這樣也不等於是放鬆 呼吸的話你可以 就正常 一秒塗一秒洗 如果是按照時間節奏的話 也可以 但是我們就正常呼吸 正常呼吸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要透過一個 長時間的刺激讓肌肉自動放鬆 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外力 讓肌肉變長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 不斷的給予肌肉刺激 之後它就自動回復到原本的長度 彈性跟長度 對 好 這是寬屈肌 然後接著就是大腿還有內側跟歪側 內側的方面的話就是 接下來就是要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 就是兩隻腳腳掌相對著 相對著之後再往下 你身體往前蹲 所以等於是身體往前 然後這裡要往上 對對對 就是或者是用手肘 把膝蓋往下 這就是那個內收肌 就是我們大腿內收肌群的伸展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大腿還有外側 外側就是我們的擴肌摩張肌 或者是其他一些外轉肌也會稍微拉到 嗯 外側的話 就是我們要做這個動作 就兩隻腳這樣做的話 這邊可以拉到外側肌肉 這邊會拉到些尾的內側 可以同時拉兩隻腳 兩隻腳 這個動作就可以兩紅石抓兩隻腳 對 也可以拉到剛剛我們講的內收肌 稍微啦 對 這個動作拉到滿多肌的 對 接著的話就是我們往前 往前 整個放鬆往下做就好了 當如果螺環路無法到這樣的話 你可以 可能就這樣 維持到你可以動的範圍就 不要勉強自己 對 因為如果你太勉強的話 肌肉當然又想要縮回去 縮回去 反而越拉越急 對 這個話就拉到我們那個內轉肌 跟大腿的外轉 外轉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是做髋關節的外轉 所以他會把內轉肌拉長 拉長 然後因為我們內收 所以就會拉到外轉肌 OK 會拉滿多肌肉的 對 這個可以學起來 當然做完這邊 我們就可以做另外一邊 然後你會感覺到 你有一側應該會比較輕鬆 因為剛剛已經拉完了 沒有是正常 因為我們 是正常 因為我們會有一邊是慣用邊 像我們如果投球 我們可能都比較喜歡 右手 或者左手 但你投另外一邊的話 可能就不習慣 所以我們會有一邊是比較 活動度會感覺還不錯的 有一邊的話 可能就是感覺卡卡的 卡卡的 沒有因為不常去使用 了解 好 接著的話就是 我們還有 還有軀幹 對 除了我們下肢之外 大概就是軀幹 對 軀幹的話就是 我們會以 趴著跟 跟躺著之後 趴著跟躺著 趴著跟躺著 趴著跟躺著的時候做 所以我現在就先做 趴著 好 趴著的話就有點像瑜伽有一個 這個姿勢它是整個骨盆貼緊地面 之後 做過程中就是你的 大腿上半部跟骨盆 盡量貼緊地面 要貼緊地面不能懸空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的活動度 把它做到這樣的話 你可以先從這樣開始 好 然後慢慢增加自己活動度 就是它剛開始 你可能伸展的過程中 事先這樣就有拉到了 然後感覺好像變鬆了 變鬆的時候 慢慢往上 慢慢往上 然後感覺又拉到 然後再維持住 然後整個過程中 一樣就30秒到40秒 當然如果你一開始 可以拉到這樣的話 就是這樣 然後但是 拉到這個高度的時候 你頭就看前面就好 不用 不用刻意往後仰 或是說 往下看 往下低一低頭這樣 其實那個對頸椎都是會受傷的 對 因為畢竟不是做瑜伽的其他動作 我們只是單純放鬆而已 所以你就只是前面水平視線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屁股 跟我們腰中間的交接處 有一個蠻大的筋膜 那筋膜我們也要不要把它放鬆 所以因此我們就是做躺著的 躺的過程中的話 我們就是屈膝 然後另外一隻腳 像要伸展 右邊的話 就是 右腳再上 右腳再上 然後再整個往上 就是如果你要伸展 右邊你就右腳再上 對 這同時也會拉到你的屁股一些肌肉 當然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就是 更高的 就是 往上 然後用手去墊在你的腰部那邊 對 這時候你 手都放在腰的話 就是保護你的腰椎 對 然後但是同時也可以伸展到下腰 就下背 好 大概也是停30到40秒這樣子 對對對 OK 好 好 接著 躯幹下半部伸展完之後 我們當然要 頭頸 頭頸 頭頸的話其實在騎車過程中 會不知不覺的變得很僵硬 那是因為你需要做一些動作的轉換 對 或者是有時候你需要 靠手臂的肌肉力量 然後它通常會 是力量集中點 因為它是你的手臂跟你的軀幹的那個交會處 所以你上背這個其實就會變得比較緊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這裡帶你出過來擺 就這邊 這邊會比較緊繃這樣子 但我們有時候去按摩 它會按這裡 其實是不是很危險 按摩的話基本上就是 也要找對師傅 對 其實按摩 那就照CPS 照師傅 它的力道跟它的位置是 這蠻重要 因為它有血管 還有一些神經蟲 對 然後加上我們頸椎 頸神經是從那邊出來的 沒錯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點 對 是正常的 對 是正確的 對 所以因為其實以前的觀念就是 我就是要用力的 像刮痧之類的 其實它其實對頸部裡面的血管那些 其實都比較蠻危險的 對 所以要特別小心 對 按摩過程中其實是針對肌肉 然後身經有額外的時候 當然我們一般來說針對肌肉 對 好那我們請阿喜老師幫我們示範頸部怎麼按摩 好 頸部的伸展的話則是 喔伸展 對伸展 不是伸展 今天時間可能不夠吧 講按摩 突然聽到按摩 今天是以伸展為主 然後不是按摩這樣子 OK好 伸展的話就是我們先伸展 頸後側的肌肉跟韌帶 然後我先從前面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其實 頭是保持在中立位置 然後就點頭縮下巴 點頭縮下巴 然後就是稍微這樣往下就好了 看肚臍嗎 看肚臍嗎 看肚臍 然後你伸展後面就變成這樣 其實它並不是像傳統的 是往前 它是單純的往下 其實它是一樣是頸椎是直的 對對對 是直的 這是伸展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就稍微的加壓就好 不用太大力 加壓從這裡 手部再往上推一點 就很像大家學CPI有沒有 安妮這樣 對對對 有點像那樣 其實就是 暢蟲呼吸道 對對對 暢蟲呼吸道 對沒錯沒錯沒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內外側嘛 內外側的話就是 側邊的伸展 然後單純的 站在中立位置之後 往側邊 往側邊就好了 輕輕的往頭 對 往側邊伸展一點 對 不用往後或往前 因為我們脊椎關節 脊椎關節算是 不適合做這樣轉動 它只適合前後 前後 當然如果要做一個 斜的45度的話 它會摩擦到小面關節 所以會造成一些關節的 不舒服 因此我們如果做側 就單純的往側邊就好了 不用做一個旋轉 OK 好 OK 這是全部的伸展 伸展 對 那這是全部的伸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滾輪 OK 那我們來騎阿喜老師 教我們幾項 用滾輪怎麼去 好 滾輪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一樣 先從下肢開始 然後它 滾筒有分為蠻多種 有一種磁心 也有這種空心 還有其他不同的表面 一些做一些刺激 這些滾筒的原理 其實都是在於放鬆你的筋膜 它透過一些感覺輸入 然後增加一些神經的輸入 特別是腹交感神經 因此能夠放鬆你的肌肉的張力 或是局部一些軟組織的張力 因此並不是像傳統的說 有拿一些很強迫很外力的工具 把肌肉把它加壓 並不是這樣 其實上都是不對的這樣子 對 OK 那長度呢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如果要做 挑選長度其實像這種就很容易攜帶 因為那種很長的 很長的那個是其實 也可以拿來做訓練 它有些人會做訓練就踩在滾筒上面 平衡感嗎 對 做一些本體感覺訓練 那種長的滾筒就可以做 對 好學到了 好那我們先從小腿 小腿 小腿的話 我們一樣先伸展 滾筒使用前側 一樣跟剛剛伸展的順序是一樣的 前側的滾筒的話 就是我們把它放在下面 之後把它固定住 接著就是 假設我現在用右腳 然後痛點是在這邊 那我就在滾筒的下方 沒有在痛點的下方或是上方 先做滾筒的筋膜放鬆 所以不是先從最痛的那一點開始 對對對 所以是不是喔 是它的最痛的前面或後面 就是周邊開始這樣子 好 因為最痛的那個點 其實它算是受害者 就是所有力量集中在它那邊 它就造成一些不舒服 其實它力量那也是來自於其他段 對於一般人我們可能就 無法去透過手去評估嘛 所以我們會希望先從其他地方放鬆 開始 然後說不定痛點就硬實而減輕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 好 好 我先從左腳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看得到 假設痛點一樣在這 然後我就在下方 它的下方 然後手就大概就撐一下 撐一下 對 避免過度撐啊 因為有時候人家會說 為什麼放鬆腳之後 肩膀開始 算了 對 然後我們在痛點下方 把它先加壓 30秒到40秒 一樣喔 其實伸展跟按摩 其實你做的程序啊 點啊 其實都大概30秒到40秒就差不多了 嗯 然後我就稍微的晃動 並不是說很像擀麵團一樣 直接這樣滾過去滾過來 這樣反而你在做運動 並不是做放鬆 所以就是輕輕的前後移動 這樣就夠了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其實 神經跟肌肉它的連結 必須要透過長時間把它刺激 然後使它自己放鬆 所以其實不是做一次就夠了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通常我們滾筒的話 也會 二到三次 二到三次 對 假設我先滾完這邊 然後換其他部位 可以再回來這邊 所以做一個整個循環 喔 了解 對 然後當滾完這一點之後 再找到這條肌肉其他部位 再去滾 然後就加壓 再往下 然後繼續再往下 那我可以在那個點停留幾秒鐘嗎 一樣30秒到40秒 一樣30秒 好 對啊 但如果你覺得真的還不夠 其實就真的 有足夠時間的話還是可以 定點停留 讓它整個放鬆 但你前提就是其他部位也要放鬆 不然你手會撐得很冷 對 對 對啊 好 這是前側 然後接著就 後側 小腿後側 對 小腿後側的話 一樣 就是我們要避開 一些比較 不可壓的地方 像我們 斐腸肌跟 阿基里斯劍的交界處 這也是最脆弱 雖然也是最痛的 可是我們會希望不要壓這邊 反而是壓肌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膝後窩 對 或稱為國窩 它裡面有神經跟一些血管的通過 所以因此不能壓迫到這邊 對 那這裡也想要先就是講一下 就是如果就是有在 可能在醫院我們會看到 開刀的病人如果是下肢 其實醫生也不建議他會要放在膝蓋下面 因為他會讓你的血液無法回流 對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後面那個動漫就是國動漫 就是支配我們公用小腿最重要的動漫 如果壓迫他之後小腿就缺血了 對還有那個人家什麼要 就是那個不是說要抬腿 就是墊那個枕頭 然後讓血液循環回流的時候 也不能墊在那個膝蓋 吸窩處那邊 對 你要大概墊到這裡 或是小腿那裡 對 沒錯 不錯啊 主播還蠻厲害的 沒錯 好 接著我就來放鬆 假設有痛的點 通常是肥腸肌的交界處 就是我們 中醫常說的 有一個穴道在這邊 壓下去會很痛 當然我們畢沒直接壓它 所以就在下面 然後 就定點 停留30秒到40秒 然後慢慢的滾動 然後屁股離開 坐墊 一點點 然後用手一點點去支撐 那如果真的太痠的話 坐著應該可以吧 可以啊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手撐到很累 好 可是這樣相對來講 就是壓力比較不夠 做了這時候 你靠另外一隻腳 去加壓 對 然後慢慢滾 加壓慢慢滾 然後另外一種 還有比較更進階的技巧 小腿就可以做了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先從 那個 離心 就是我們肌肉拉長的位置 之後滾的過程中 把它做 向心 就是腳背可以往下跟往上 因為我們小腿的肌肉 其實就是做腳背往下 就是往下踩 然後 當我們起始位置就是這樣 然後你滾的過程中 這樣往下 它可以讓你的組織變得比較 寬一點 然後比較柔軟一點 了解 當然如果這個手法 還不行的話 就變成另外一個 可是另外一個方式 就可能需要人 人家來幫你用 所以今天就沒有示範 這個話就可以自己做 就是 那做過程中你要緩慢 避免引起它的一些 肌肉的反射 了解 這是比較進階的 一切東西都是要等待時間 讓它自動放鬆 並不是說 用外力來丟個把它變長 不是像筆筋一樣 了解 好 小腿後側完 接著就是 我們大腿了 OK 那我們來換大腿內側 前側 前側先 前側先 大腿的話 我們比較痛的點的話 通常是 通常是 內側這一個點 跟我們肌腹 就是骨子劑的中間 好 如果是以骨四頭劑來講 然後內側的話 就是我們常說的 骨內側劑 那我先示範 骨子劑的滾筒 好 就是小小一個滾筒 其實也滿便宜的 它可以做這麼多的 對啊 而且 如果真的沒有時間 給人家按摩的話 就是可以用滾筒 沒錯 然後做過程中的話 就有點像棒式 但是 你其實身體是放鬆的 身體是放鬆的 對 然後就是一樣 在那個點 停留30秒到40秒 緩慢的滾 當你覺得真的很痛的話 你可能就是 手的力量就要支撐 比較多一點 就是不要壓迫那麼大 起來一點點 如果特別是 你騎完五嶺之後 特別痠痛 可能說 好 滾 然後一樣就是順著這個 它的痛點在這裡 然後 那我們就往上 就先不要让自己 就是不要太勉强自己 你可以先从这里开始 如果你真的很痛的话 再慢慢进阶到下一步 对先按照自己 目前能够忍受的程度 因为如果无法忍受的话 你就会想要用力量去跟他抗衡 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他跟客人说 你要放松 放松 对 可是他越紧绷 对 他跟我抵抗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就是会 更无法放松 了解 这时候我们按摩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把他让放松 如果自己要用滚筒的话 就是先用最轻度的 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好 先慢慢滚 或是用一些小球 但是小球的话 可能就无法滚到大面积 因为毕竟骨四头肌算比较大 对 他是大面对 就是大腿嘛 对对 大面积比较大一点 好 接着的话就是大腿内侧 内侧的话就是这个肌肉 就是 膝盖旁边的 骨内侧肌 嗯 骨内侧肌 好接着我就趴着哦 趴着过程中 就把我们滚筒转向这样 变直的 就跟我们大腿是垂直的 嗯 然后一样 让我们先从它的上面 假设我现在是通在这边嘛 我从上面先滚 然后只是从上面滚的话 我们通常是从大腿的一半 避免到靠近内侧 因为内侧的话也有一些 神经血管通过 还有些淋巴 当然我们不建议一般人直接滚那边 那边的话会比较敏锐一点 里面是骨动脉吗 那里 骨动脉 没错 对嘛 不错哦 主播 有一些尝试 好 接着我们一样就30秒到40秒 慢慢往比较痛的地方滚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滚的进阶的话 也可以做一些动作 就从这样 然后在 小腿可以往内或是往外伸展这样 对 就做动作 它就会把那个下面筋膜就会滑动 哦 滑动的话过程中 你就自然提供额外的刺激 它也能够放松 对 所以就比较进阶的 那个滚筒也不一定要移动 其实你的脚往后往下 也是有按到这样 对对 就是你滚筒要在一个定点 如果做一些动作 但是前提就是要不然 嗯 它也能够造成一些滑动 像假设我这个 它是肌肉 然后我是在上面筋膜的话 当我在滚筒压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滑动 对 对了 了解 好 好 接着就大腿后侧 后侧 后侧的话 我们一样刚刚讲的说 有内跟外 对 可是我们滚筒的话 通常是压中间 因为我们不会刻意去压肌腱这边 哦那很痛 肌腱那边真的是超痛 那会飙了 对 然后我们痛了点 通常一样是大腿的二分之一的后面嘛 所以我们就一样在它下面先滚 然后一样避免靠近吸后窝 或称为裹窝 然后滚的过程中一样是三十秒到四十秒 然后缓慢的 只是我们大腿后面就无法做动作 因为我们下面是地板 无法往下弯 是 对 就是单纯的这样一样 其实这个动作跟小腿的那个后面后侧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小腿跟大腿一起用也可以 但是前提要避开这个 不能说我小腿这样滚到地 浪瓦系 这样是没办法的 这样不是放松的 这样是做训练的 对 对啊 不要太懒 然后直接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样慢慢的放松 然后配合呼吸 你三十秒的话你可以就一秒吸一秒吐 慢慢呼吸 然后顺便想一下今天骑了哪一段最累啊 然后或者是下次需要在哪一段再突破啊 对 对啊 然后下次要不要再报名啊 对对对对对 对很重要 通常骑完之后就 下次哪一场啊 当天就说我不要再报了 那但是隔了一个礼拜说 那大概见到我礼拜 明年是什么时候啊 对啊 通常是骑完说 不要再跟我说提五脸啊 还提什么 对啊 通常是这样 好 接下来 因为刚刚我们 有身材有身材那到 髋关节前侧嘛 但是这边有一些神经跟血管 我们就不滚这边 因此我们就直接讲髋关节后侧 就屁股这边 好 然后屁股的话我们分为 后侧跟外侧有一个小块肌肉也可以滚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车友常常有这IT面的伤害 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上面这里是一个小肌肉 叫扩筋膜张机这边会太紧 对 因此我们先来示范扩筋膜张机 所以其实那个这里不舒服 是这里引起的 对 所以 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就说不能压这个 这个其实它是身体蛮强大的一个筋膜 会成为肌腱 你压它的话其实它 力量无法注意让它松 了解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从源头 源头开始 对对 当然有些人喜欢拿一些奇怪东西把它压 对对对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喜欢比较自虐一点 但是我不是那种 那我们还是从比较轻松有效方式来做一个放松 所以我们就是从它源头扩筋膜张机 扩筋膜张机的话是在 我先讲解一下那个 先讲解一下位置好了 刚没有讲解一下 OK 好 接着就是我们的 外面有一个骨头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其实它都一直都不会动 过程中它一直都不会动 这叫我们称为大转直 大转直 然后跟我们骨盆的 这个区域就是扩筋膜张机 好 接着我就要示范那个 滚筒的 滚筒 怎么滚 滚筒的话 一样我们就撤躺 一样是撤躺 撤躺的话在我们刚刚讲的 大转直上方 然后跟骨盆 下方的中间的区域 然后就 这样放松 滚筒就好了 如果感觉这样压力 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伸起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一样30秒到40秒 然后这外侧的脚是伸直的 然后这 内侧的脚这一支是 就是大概 围曲 就放松就好了 就蹭 对对对对 蹭着这样子 你不要 去把它处理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你整个肌肉是放松的东西下去把它做放松 这样才会有效率 如果你肌肉有出力的话 其实它上面的筋膜也跟着会有一些张力的改变 所以我们会不希望有那样的 额外的阻力 好 对 OK 反正最重要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啦 对对对对 即使是很痛还需要放松 对对对 你不要去对抗他 对对对对对 跟他对抗的话会比较没办法放松 大概也是30秒到40秒 接着的话就是要转到我们的 屁股后侧 屁股 屁股 屁股其实坐久了那个坐垫 坐在那個750大概也要花一點時間 等一下喔 先把這個拿到別的地方 好 接著的話就是屁股後側 屁股後側的話就是我們 剛剛講的大端子跟我們骨盆正中間的這個小區域 然後我們比較有常在壓就是臀中肌跟臀大肌 臀中肌跟臀大肌 然後你做過程中就是把重心轉移到右側 因為現在我是要做右側的滾頭 對 好 做的過程中可以這樣 或者是這樣 腳翹起來 然後當整個身體重心往下壓 可是你前提是你屁股肌肉也要放鬆 屁股肌肉也要放鬆 有些人為了要維持這個姿勢就 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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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跟他抵抗就沒辦法了 真的耶 對 然後一樣30秒到40秒 就是慢慢的小幅度的前後滾動這樣子 對對對 覺得如果你滾太大你快跌到你的屁股會著地之類 然後當你中間滾完之後你可以慢慢的往外側 往外側 因為你屁股算蠻大的肌肉 其實它就是一個蠻大片的纖維 但你不能壓到一些骨凸啊 像大端子或者是其他的 當然下面還有一些曾經走過 但其實算還蠻深層的 所以還不至於立刻壓迫 對 因為屁股肉其實也算多 對 好 這個就是滾筒的使用 哇 那滾筒其實教了大家也是蠻多東西的 對啊 我已經流汗了 辛苦了 那其實今天阿喜老師還帶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機器 對 那就是那個壓縮循環機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很像人家那個量血壓的血壓蛋 的那種概念 對 那我們來請阿喜老師幫我們來講解一下 什麼是循環機 好 壓縮循環機其實它最 剛開始是用於消除水腫還有一些體液的滯流 然後它是藉由我們外力把組織堅毅 因為我們水腫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組織間的液體太多 無法回到血管或是淋巴 無法回到心臟嘛 所以因此我們必須要藉由外力把組織的壓力提高之後 把組織間一把擠回去血管或淋巴 讓它回流到心臟 這樣以消除我們末端 末端的 末端或一些區域的水腫 所以因此它可以使用這方面 當然有一些禁忌症 就是絕對不能使用 像急性期就是你已經有外傷 它已經在發炎 然後或者是骨折的急性期 還有一些肺水腫 或者是你因為心臟或腎臟引起的水腫 這些都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其實像洗腎的人 它有可能會水腫 那你就盡量就 可能必須要在醫師的指示下 對 因為畢竟比較 可怕 對 怕發生一些 會一些不好的副作用 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糖尿病 因為它末端的感覺比較不明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廣告 那個小女生 對 對 對 類似就是這種概念 對 它沒有知覺 你再怎麼加壓它 它還是沒有感覺 對 有時候你壓力過大 它都 它感覺比較不明 因為它 可能都已經血管有一些滯流 或是瘀青出現 它可能還沒感覺到 可是它卻都感覺沒怎樣 所以有時候要注意一下 像糖尿病的一些 車友 或者是一些朋友的話 需要小心一點 了解 好 那我們來請阿喜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用 怎麼使用 好 就變成我當MADORA 對 把它坐下囉 那時候一開始其實我問阿喜老師說 我穿長褲啊 會不會不能用啊 但好像說 其實可以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然後它那裡好像有左腳跟右腳對不對 好 這個是右腳 然後這個是左腳 所以因此 必須要按照它的上面指示做一個設置 好 然後現在先用右腳 然後它有氛圍尺寸 然後今天我拿的是比較屬於公用尺寸 所以可能對主播來講會比較長一點 沒關係 我推比較短 我自己講 沒有沒有沒有 我比較短 所以我們去買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什麼尺寸 就它可能會量你腳長 或者是一些參數 那如果我家人 那如果說不只我要用的話怎麼辦 那還是買中間尺寸會不會比較好 中間尺寸應該會比較好 然後符合比較大多數人 所以大一點點沒有關係 大一點點就可以可能末端 比較無法加壓到 因為末端的壓力就 所以你看你腳在這邊 可是它已經在這邊 可能就變成那個壓力可能對腳這邊 比較不足夠 了解 好 接著就是要把拉鍊還有其他一些東西 把它用好 避免它 這邊還有一個魔鬼站 對魔鬼站 把它保護住 那魔鬼站的用意是什麼 避免它充氣過程中 然後拉鍊直接往下 就是重啟可能有點快要爆掉 它可以這樣子 對可以維持住 然後這就是左邊的 我要來示範了 第一次使用 開心 通常第一次使用會蠻有感的 我更希望是我就是騎完屋頂的時候用 可以啊可以啊 這樣還沒騎 歡迎來到我們工作室用 還是我拿過來也可以 如果有需要就是屋頂塞恢復 請到CPS那邊找阿希老師 好 我們設置完之後 就接電源跟接這個線 然後線的話它有上端 所以要按到它指示接好 好 然後把它打開之後 它有不同模式 首先第一個模式是A A的話就是說 你先末端加壓 因為還有那個指示對不對 加完之後它就立刻放掉 然後接著它來到小腿肚這邊 它放掉其實它是氣也一起消掉 對 氣也一起消掉 它就是這邊加壓完之後放掉 然後這邊再加壓 放掉一直往下一個 這是第一個喔 對 第一個模式 這的話就是對於剛開始 不習慣的人 是使用會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嚇到 我會感覺說怎麼那麼痛 對 有些人會想說怎麼那麼痛 有一個壓迫感 會不喜歡 然後接著的話就第二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的話就是 等它一下 它就會從這裡加壓 嗯 一直加壓之後 維持住 然後接著往第二個 對 第二個模式就是說 它這個氣不會放掉 它就會跳第二階段開始 對 然後接著依序往上 然後這邊已經滿了 過後它就會換這邊 對 現在是大腿這邊喔 然後當它加壓完之後 大概就是會整個全部放掉 好 等它一下喔 好 它現在整個放掉了 這是第二個模式 然後接著第三個 第三個模式的話 它等一下會整個加壓 你看它全部都亮 整支膨脹 正在加壓 就好像你整個一起全部壓 壓回去 那它有強度支分嗎 有 它有分為四段 現在目前是第一段 就比較輕的一點 當然對於有些人感覺 比較可以忍受的話 就可以壓其他分段 那今天我們示範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主播可以忍受範圍有多大 好 那我們來試 試吧 試 確定 好 那就是 先第二段 幫大家體驗一下 試 這是第二段 這是第二段 第二段的壓力 如果不舒服可以跟我講 不會 它比那個 涼血壓的舒服很多 因為涼血壓都會衝到大概 因為我們一開始打氣 都要打到200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 手會麻掉了 但這個不會 對 因為我們畢竟 不是那樣的 操作 所以它最主要是 要讓血液回油 其實要讓血液回油的壓力 不用太大 對 它不需要這麼的緊繃 對 好 當然如果你就會吸 這個用完之後 你們還需要更多的刺激的話 就是選擇 還有更刺激的點壓 還有更刺激的點壓 像這個點壓模式 現在是小腿這邊 不是小腿 是腳這邊 腳長 腳長這邊 它就是這個點壓 局部的點壓 你覺得需要加強部位 就是選擇 有不同的選擇部位 了解 對 好 這就是我們 循環機的使用 然後在使用上 原則就剛剛講 那些禁忌症 絕對不能使用 其他就比較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因為它其實沒有這麼的不舒服 它是算舒服的 因為它畢竟就是要讓你放鬆 對對對 OK 然後它自己使用時機點 其實是 當你洗完澡 就運動後 或是比賽完後 洗完澡就可以使用了 小腿超爽的 就比較沒有那個 所謂的時機點的問題 了解 所以其實 我剛剛問一下小老師 其實你穿一條 比較薄的褲子 其實是 反而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會 如果你穿短褲會流汗 對 反而裡面的好像材質 就會要清洗 是不是 要擦過 因為我們畢竟 皮膚都一定會出汗 所以如果你 直接穿短褲的話 相對來講 這個也就要清理 當然如果覺得不 不嫌麻煩的話也可以 就用一些酒精或一些水 就稍微擦拭就好 OK 好 那了解 OK 好 那我們來放棄囉 OK 好 OK 開心 雖然不是自己的 謝謝 不會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阿小老師來到我們的直播現場 好喔 那 下週 9月19號 是歐展回顧 那大家記得 12點10分要記得準時收看囉 那 有問題到CPS找阿希老師 OK 謝謝 掰掰